驻飞代表处在马尼拉都会区的马卡蒂市 举办菲律宾留台校友会 2015年联谊参会 历届台湾奖学金的飞级受奖生 包括媒体教育界人士 台侨以及飞华侨界人士等 大约近百人共襄盛举 而驻飞代表林松焕 希望联谊会友们可以继续为促进台飞情谊而努力 由驻飞代表处举办的菲律宾留台校友会联谊参会 邀请历届台湾奖学金的飞级受奖生 趁着这一年一度的聚会联络情谊 飞华文经总会常务委员陈良 秘书长蔡锦郎 及菲律宾台湾同乡会创会长谢士英 现任会长林柏阳也到场同欢 当天由驻飞代表林松焕主持晚宴 他除了感谢在座受奖生 对促进台飞友好关系的贡献 也勤勉他们担任台湾的亲善大使 向菲律宾主流社会 介绍他们自身体验的台湾之美 以及敦厚人情 这一次能够借这个机会 主要就是一年一度的这个欢聚在此地 同时也对我们中华民国台湾和菲律宾的双边关系 再重新的重温一下 让他们了解最近的情况 同学们都非常的高兴有这个机会 能够再次的跟过去在台湾学习时候 所留下的良好印象 能够再次的重温愉快的回应 台飞合作项目众多 目前台湾在飞国 共设立十七座亚太数位机会中心 协助超过一万八千名飞人接受教育 其中百分之四十七点七七为女性 此外林松焕也宣布 飞国政府将自七月一日开始 给予台湾旅客电子旅游凭证的措施 预计将使两国观光交流更为便捷 鉴于菲律宾经济成长快速 林松焕鼓励台商付飞投资 进而促进双边的贸易往来和繁荣 最后大家共同举杯 祝福台飞有益长存 台湾宏观电视王永新 菲律宾马卡蒂市采访报导